这个台风呢目前看起来 第一个正对台湾而来 第二个呢它可能变强台 第三个它本身滞留时间又会比较长 所以我刚才特别形容 它好像一颗保龄球 那要对台湾这个保龄球皮 那这个直布而来 直布而来 那可能就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那台中市呢目前按照中央气象局所做的发布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在警戒区域内 所以我们今天是二级开设 那不过虽然是二级开设 我还是跟王副市长亲自主 这个台风的它的动向是一日三变 这个应变的同仁也是不断的在修正资料 所以有关于明天后天上班上学的情形 会不会停班停课 我们明天我们到今天晚上要比较晚才能够发布